月儿书 第一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月儿 老年人啊 当听我的话 国中的居民啊 都要侧耳而听 在你们的日子 或你们列祖的日子 曾有这样的事吗 你们要将这是传于子 子传于孙 孙传于后代 鹅虫剩下的 蝗虫来吃 蝗虫剩下的 齿祸来吃 齿祸剩下的 毛虫来吃 酒醉的人啊 要清醒哭泣 好酒的人啊 都要为新酒哀嚎 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 有异国又降圣又无数 侵犯我的地 驮得牙齿如狮子的牙齿 大牙如巨狮的大牙 驮毁坏我的葡萄树 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 剥进而丢弃 使枝子漏白 我的民啊 你当哀嚎 向处女妖术麻布 为幼年的丈夫哀嚎 素季和奠季从 耶和华的殿中断绝 使奉耶和华的祭祀都悲哀 田荒凉 底悲哀 因为五谷毁坏 新酒浅结 有也缺乏 农夫啊 你们要惭愧 修理葡萄园的呀 你们要哀嚎 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 葡萄树枯前 无花果树衰残 石榴树 棕树 苹果树 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前 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 祭祀啊 你们当妖术麻布痛哭 伺候祭坛的呀 你们要哀嚎 侍奉我 神的呀 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 因为素季和殿季从你们 神的殿中断绝了 你们要分定近时的日子 宣告严肃会 招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道 耶和华 你们 神的殿 向耶和华哀求 爱在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这日来到 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 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 神的殿中止息了吗 谷种在土块下朽烂 谷仓也荒凉 仓房也破坏 因为五谷枯前了 牲畜合尽哀鸣 牛群混乱 因为无草 羊群也受了困苦 耶和华啊 我向你呼求 因为火吞灭矿野的草场 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 田野的走兽向你哀鸣 因为溪水干涸 火也吞灭矿野的草场 约尔书 第二章 你们要在西安吹号 在我圣山吹出大声 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 已经临近 那日是黑暗 幽冥 蜜云 乌黑的日子 好像晨光铺满山林 有一对民又大又强 从来没有这样的 以后直到世世代代也必没有 他们前面如火吞灭 后面如火焰烧尽 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 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矿野 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 他们的形状如马 奔跑如马兵 在山顶蹦跳的响声 如车辆的响声 又如火焰烧碎街的响声 好像强盛的民百阵域被打仗 他们一来 众民多有疼痛 脸都发黑 他们如勇士奔跑 向战士爬城 各都不行 不乱队伍 彼此并不拥挤 向前各行其路 就是落在刀上 也必不知受伤 他们在城中跑来跑去 跑上墙 爬到屋上 进入窗户 如同盗贼 在他们面前 大地要摇汗 诸天要震动 日月必至昏暗 星宿也必无光 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 他的队伍甚大 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 因为 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 谁能当得起呢 耶和华说 虽然如此 你们应当进食 哭泣 悲哀 以心归向我 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撕裂衣服 归向 耶和华你们的 神 因为他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在 或者 他转移后悔 留下余福 就是留下献给 耶和华你们 神的素季和奠季 也未可知 你们要在西安吹号 分定进食的日子 宣告严肃 聚集众民 使会众自节 招聚长老 聚集孩童和吃奶的 使新郎出离洞房 新妇出离内室 侍奉 耶和华的祭司 要在郎子和祭坛中间哭泣 说 耶和华呀 求你顾惜你的百姓 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 使一郊的民管侠他们 为何容他们在民中说 他们的 神在哪里呢 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 连续他的百姓 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 看啊 我必赐给你们五谷 新酒 喝油 使你们饱足 我也不再使你们在一郊民中受羞辱 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 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 前队赶入东海 后队赶入西海 因为他们所行的大事 臭气上升 腥味腾空 地图啊 不要惧怕 要欢喜快乐 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 田野的走兽啊 不要惧怕 因为旷野的草长出 树木结果 无花果树 葡萄树也都效力 西安的民啊 你们要快乐 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 因他赐给你们合一的秋雨 为你们于正月降下甘霖 就是秋雨 春雨和仙前一样 何尝必满了麦子 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意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 就是蝗虫 齿祸 毛虫 鹅虫 那些年所吃的 我要补害你们 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 就赞美为你们行其妙事之 耶和华你们神的名 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 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 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我以外并无别人 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交灌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 少年人要献一想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交灌 我的仆人和使女 在诸天之上 大地之下 我要显出其事 有血 有火 有烟柱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 樊求告 耶和华明的就必得救 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 在西安山 耶路撒冷必有拯救 在剩下的人中必有 耶和华所照的 约尔书第三章 看啊 到那些日子 那时候 我使由大和耶路撒冷 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 我要聚集列国 带他们下岛约沙法谷 在那里实行审判 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 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 分散在列国中 又分取我的地土 且他们为我的百姓致迁 又将男童换妓女 卖女童买酒喝 推罗 西顿和巴勒斯坦四境的人啊 你们与我何干 你们要报复我吗 若报复我 我必使报应 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 因你们夺取我的金银 又将我美好的宝物 带入你们庙中 并将由大人和耶路撒冷人 卖给希腊人 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 看啊 我必兴起他们 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 又必使报应 归到你们的头上 我必将你们的儿女 卖在由大人的手中 他们必卖给远方 是八国的人 这是耶和华说的 当在外邦人中宣告说 要预备打仗 唤醒勇士 使一切战事上前来 要将离头打成刀剑 将镰刀打成割毛 软弱的要说 我有勇力 你们一切易交的民啊 你们要招聚前来 一同四围聚集 耶和华呀 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领 人凭异教之民兴起 上岛约杀法谷 因为我必坐在那里 审判四位异教的名 你们开连吧 因为庄稼熟了 你们下去吧 因为酒榨满了 酒池盈溢 他们的罪恶甚大 许多许多的人 在决定谷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 临近决定谷 日月昏暗 星宿无光 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 从耶路撒冷发声 诸天大地就震动 耶和华却要做 他百姓的盼望 做以色列人的力量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且又住在西安 我的圣山 那时 耶路撒冷必成为圣 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 到那日 大山要滴辛酒 小山要流奶子 有大溪河都有水流 必有全员从 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 滋润石亭谷 埃及必然荒凉 以东便为凄凉的旷野 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 又因在本地流无孤人的血 但犹大必可居住到永远 耶路撒冷必存到世世代代 我必洗除他们 未被我洗除的流血的罪 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